我们现在在那个日月光田字坊这边 然后看看田字坊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今天带大家沉浸式逛逛上海太康路210楼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字坊 地铁9号线达普桥1号出口不行就能到达 我是很久很久没去了 印象中的田字坊短短几百米 典型的上海弄堂 曾经一度是游客来上海打卡的热门景点之一 其热度类似现在的武康路安福路 游客多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 田字坊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留了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建筑群 以及居民理论生活 被称为上海市区最具市井风情特色的历史街区 也被称为第二个新天地 相比新天地它的艺术气息更加浓烈 曾经最热闹的时候 弄堂里开设了许多创意店铺 工作室画廊以及咖啡馆小酒馆 也是年轻人打卡约会的好地方 如今随着商业形态不停转变 这几年田字坊安静了许多也变了许多 寥寥无几的游客 半数店面关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状有点看不懂 但仔细一想似乎也觉得很正常 如今整个弄堂恢复了宁静 有好有坏 零零散散的游客和并不太正宗的上海小吃 不知道田字坊会不会再恢复到原有的样子 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被所有人都遗忘了 这还真的是一个问号